别人磕CP 我想磕的竟然是它 记得儿时的味道 甜又酥 行动就等于行动 开工 炒米糖 将糯米泡水 准备糖和花生 蒸笼铺上纱布 放入泡好的糯米 糯米尽量均匀铺开 开大火蒸30分钟 蒸熟的糯米会变透明 放入竹篮摊开 记得要捏在糯米团哦 把糯米放置在通风的地方 揽杆一周左右 看哦 这就是炒米的底胚了 大铁锅登场 热锅倒入适量砂盐 中小火把砂盐炒热 可用手捏砂盐确认热度 待烫手时放入米胚 前程开中小火翻炒 翻炒到米胚膨胀 扁微黄色 米花炒熟后 晒掉砂盐装栏 转播一小道消息 听说炒米可养味消失 倒入白砂糖 加少量清水 开中小火将白砂糖煮化 糖融化后转小火 一直开小火 避免糊掉 加入适量麦芽糖 保持小火 熬成粘稠的状态 尽量熬干水分 仿波皮花生拌匀 快速倒入炒米 继续搅拌 翻炒至炒米抱团成形 熬好的米糖放在盆上 悄悄说 盆子抹油可防粘 用工具将米糖压制成形 反复按压会更好成形 压好定型等三温凝固 放煮微凉就可切开食用了 散发淡淡米香的炒米糖 小小一口都带着甜蜜 午后闲暇 几块炒米糖配上清甜花茶 人生是如此简单与幸福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